主題《溢月券發放處》 《溢月券發放處》 《溢月券發放處》 我們這個地方 溢月券發放處是 因為我們天務步道開放的時候 人數太多 最多的時候一天有三萬人 甚至有五六千人進來 所以說一天它太多人數進去的話 這個天務步道 也不能容納那麼多的人 所以我們就設了這個一月券發放處 一天是限制三千六百人 來 這是我們天空步道的售票口 全票五十 那我是兒童票 我們打樣可以特別優待 三餐全票 沒關係 好 謝謝 終於來到非常有傳說的天空步道 而且非常現代也帶動部落經濟很重要的一個觀光景點 對 原來我們今天的員工都是我們當地我們的主人 都在這邊上班 對 像這幾位都是我們的主人 我問妳看 這個是我們這邊最有名的風洞石 對 就在我們天空步道入口處 對 就會馬上看到這個景點 這個相當有名 這麼大的石頭五十噸 對 竟然卡在斜坡面上 竟然不會掉下去 對 它是所謂的平衡石 這個石頭的話 我們全台灣就這麼幾顆 點到別人還找不到 對 我們早期的話我們來那邊看瀑布 最主要是看這個風洞石 後來我們做了這個天空步道 就坐在它的旁邊 所以遊客進到這個地方來 除了可以到天空步道來走走之外 還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最美麗的風洞石 好 對 有點太旁 然後我們來找個旁邊 是 好